像我聊天还蛮喜欢在网上看别人改装机箱的 比如说之前守望先锋火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爱好者去改装英雄主题的机箱 还真的是又帅又酷 我特别喜欢 一直以来我真的是蛮感兴趣的 但是自己都没有尝试过改装机箱 这段时间一个叫做浪的DIY电脑品牌找到我 就说想邀请我参加浪改装大赛 我想都没想马上就答应了 这可是你们找我的 至于我改成什么样我可就不管了 想了解规则的小伙伴 可以到浪品牌旗舰店的首页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次活动和他们的品牌里面就很像 就100个人有100种浪法 参与活动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他们会给我寄4款基础原型机箱其中的一款 就把机箱、CPU、显卡、主板等等寄给我 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有兴趣参与的小伙伴是有机会获得免单机会的 我说到的是拼色系的 这一套应该是外园级的中高端机型 像打个游戏或者剪个片子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看这类视频的人特别喜欢看参数 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 它的CPU是IMD新款5800X 显卡是英伟达刚刚发布的3070Ti 是不是很延长啊 启合未来的机箱是之前引广的 产品设计大佬做的CMI牌 如果没有错的话 老实在应该是第一个拿到这个机箱的UP了 那其他的参数我就放在旁边 我兴趣的可以自己看一下 坦白来说我并没有自己完整能处装过主机 但是我拆过显卡内存条还有CPU COSPAY造型和喷漆的经验也有 应该不算是100%空手套白浪了 在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其实想了很多主题 比如像死亡搁浅或者赛博朋克阿林茨基 这样的科幻风格改出来应该很漂亮 还有守望先锋 虽然这个游戏现在人气都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但他角色的设计是真的棒 什么低大狂鼠士兵76 堡垒原式 我感觉拿出来改应该都很不错 后来和摄影讨论很久 最终决定拿机器人种动员里的WALI下手 这个垃圾佬应该很多人都喜欢 我在19年还做过影评 有新的小伴可以去看一下 个人认为该片是皮克斯动画的巅峰之作 至今没有被超越的经典神作 尤其是开篇22分钟没有主角台次的大胆设计 实在是让人拍案交接 提前声明了 本次的设计改装方案成为一个个人娱乐的目的 不管成品如何 均不会以WALI主题机箱进行售卖 无任何商业侵犬意图 迪士尼爸爸你是最棒的 因为本次的一个改装 不设计机箱内部的硬件的造型和功能调整 我们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机箱的外观上 正常我们说的是一个空机箱 硬件什么的都是全新的盒装 也不用担心改装的过程中会把它弄脏或者弄坏 WALI垃圾处理机器人 废土风格肯定是主要的方向 再结合WALI自身的一些元素就可以搞出来了 大致是想了一些元素 比如说废铁 锈斑 罗姆 废旧电路板 贴纸 挖力玩偶 还有铁丝网等等 本来是想搭建下桌面环境 比如说搞两个履带 把机箱垫高就做成一个大型的WALI 然后再搞一些废土风格的 石头杀意之类的东西 但想想就不太有把握 水太深 我听大家一句劝 最终是摄影去用Photoshop做了一个 大概脑补出来的最终结果 感觉这种风格似乎也不错 当然这只是一个我们预想 像我具体实际的改装过程中 会根据浪提供的 这个几何未来的三摄机箱实际调整 来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改装思路 这是我买的WALI小玩偶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它这个机身 我会刷上铁销锡 贴锚钉 然后喷慧WALI的一个logo 这边会放一个WALI的小形象 这个是我们买的电脑的主板 到时候找合适的位置把它贴起来 那在电影的最后呢 不是人类从太空上下来之后 就它们正面都是垃圾 背后就是有希望的那种小花嘛 我本来呢是想在WALI的身后 做一块就类似于 楼盘那种绿色的绿地的感觉 但就会担心有点土 我们就一边改造一边看嘛 下面就开始吧 说实话 这个几何未来的拼测机箱呢 实物真的很棒 配色特别的高级 手感也很不错 那我可不客气了 我就真的要混混了 先把我们要制作的几面板给拆下来 我这次的方案呢 就是做铁锈 好 我这个败家娘娘动手了 首先涂的这个呢是封闭器 这个器呢主要是给一些不光滑的表面刷的光滑 像其实这个机箱不需要刷这一层的 等它干后我再用这个铁锈漆 铁锈漆呢主要就是先涂上去 然后它是应该算是枪灰色吧 你可以把它涂厚一点 因为这样反应效果会好一点点 我知道 我感觉我的刷漆手法好像哪里有点问题 但刷匀就好了 这瓶呢就是秀反应了 它有点像那个节测液 是这种蓝色 刷完之后呢它会起反应 反应一段时间呢 就会变成那种铁锈覆盖的感觉 而且这个锈呢 它是不会伤害表面的 我是买的时候问过了 突然之后呢 你手摸会有一点点锈的那种痕迹 黄黄的 所以我们再刷一层封闭器 就这个白白的 稠稠的东西 锅有厚的地方 你就把它戳掉 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刷完 两天之后的效果 就这个都刷到封闭器 大家先看这个上面顶板 顶板这个锈时效果 我觉得是最漂亮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前面这个挡板 一开始 我就是反应器和锈器一起刷了 结果它颜色呢 我并不是很满意 但是现在来看 这个黄色我还是蛮喜欢的 最后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玻璃板 这个大玻璃板呢 一开始刷上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涂了两层封闭器之后呢 它又变成锈红色 会稍微感觉有点可惜 大家对目前这个效果 感觉满不满意 如果心疼激香的请刷一 如果觉得老闪干得漂亮的话 请刷啊 不会真的有人刷啊吧 这个手柜的话会有很明显的手工痕迹 所以我就订了一个logo 然后它这个是打开的 因为这个圆圈是红色的 这个翼是白色的 其他全都是黑色的 我量了一下 就它这个地方呢 是50厘米 刺的话是25厘米 也就是我一边是12.5厘米 就是我现在算叫12.5厘米 我就比划一下刀再量 然后做成垂直直角 然后再把这个翼贴上去 我就能找到一个终点的位置 这它瞄得 像外科手术扑动筋似的 这两个东西都有车贴 本来是想手绘上去 但是担心手绘手工痕迹特别重 我们贴下试试 现在贴呢 就担心会有反光的效果 就显得不高级 这是我和摄影肉眼的评估 老闪别做了 他们是不会给你点赞的 也不会给你投币的 不他们会 兄弟们会吗 枕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 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 就是没有涂遮蔽了 因为不涂遮蔽 这个完全搞不了 这个效果还蛮不错的 我们现在再放在这整体喷摆 再喷灰 再泡灰 翻车啦 红色它不够干 我以为它干了 我还拿手出了 这个呢就是我买的旧主板 喝完一点点就颜色深一点 然后再刷一部分的这个袖漆 总之呢 看看效果吧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那种墙体绘坏的感觉 这是我们改装机箱第四天了 现在这个东西呢已经初步成型 噔噔噔噔 我用了四天时间把一个好好的机箱盘成了这样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心不心疼啊 那现在效果呢感觉还可以 就是它这个袖漆的颜色比我想要的深 我想要的是这种颜色的效果 那只要铁袖漆涂厚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开始就装机吧 因为还有点细节呢 我想装完机之后呢再去优化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装的主板 这是我第一次装机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主板应该是像这样装上去 然后它的那种阶线啊都从上面走 然后可能是需要研究一下 我跟浪沟通过了 就是它就给我装 装坏了不用我负责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妹子装机 为什么呀 有没有人给我分析一下 这套设备呢基本上在RGB 非常符合我的一个喜好 目前看上去呢 这个水冷可能比较难装一点 RGB好看是好看 但装起来呢感觉也比较复杂 发现一个特别值得吐槽的地方 就它这个水冷的教程 我去下官方视频看了 就很快 没有什么特写生怕你学会 还好我机智了 然后我现在安完这个底下底板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主板不匹配 然后我左四右下 我发现要用它自己的底板 然后再上这个IMD的指甲 表架 哎呦我叫什么呢 反正就那个意思了 当时间又过去了16小时 这已经是我们主装之后的成果了 我觉得最假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RGB灯的走线 我就很不熟 就要一点一点的去对这个线 我还是想吐槽一下 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水冷的名字叫做九州风行堡垒 然后它们的教程好歹给个特写嘛 不行就找我做嘛 我腰子也不高 赞助它主机就行了 终于要进行我们最后一步了 我要把这个机箱给归位了 这边我请各位小朋友帮个忙 等会我会拍一个空镜头 大家来评评看到底是原装的拼色吉祥好看 还是老实来诚意手工匠心聚照 就是作旧垃圾牢好看 这个是我盘了好几天的 发力 我觉得我能挤出双下巴 我们来装这一面 真正的匠心聚照 作旧 我已经想好标题了 就是其女子三天进将 即将盘成了这样子 来摄影过来你看看这里 这里呢就是我全新打造的 唐辛糖果又吐漆 然后这个拉丝 其实我是当时没干就 都把它撕掉了 然后这个白色的有点翻车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等会有电路摆 往上面切就行了 来我们现在安上去试试 我好期待啊 这边怎么挂不上 不是吧 哥哥 哥哥 完蛋了兄弟们 我怎么跟浪胶带呀 我是不是该跑路了呀 我已经想到忽悠他们的办法了 这次不会到了 因为这次我是根据他们的拼色颜色来 来涂这个的 这个光效真超好看的 要当时就是没有把它改装之前呢 把它拼起来拍一下 就真的超级好看的 因为现在玻璃板反光嘛 我就先把它卸下来 都要先看效果 最后呢再放玻璃板 大概就这样子 有些人永远都在手间 我说的是我自己 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所有翻车的步骤 要么就是我着急 要么就是我手间 带上我们的挖里 再放上我们的小墙 看到没有 你真的以为它是到的吗 不 这是艺术 艺术它是 它是反常理的 这是代表了 Wahri他对人类的控诉 他不甘愿当垃圾了 我说的真太好了 大家觉得有道理的刷拨衣呗 好家伙真不错 实在不行 我赔浪快玻璃板吧 兄弟们投票吧 觉得我改装的怎么样呀 有没有翻车 其实前年后后呢 大概加上准备工作 有一周的时间吧 最终出来的这个效果呢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那个翻车的 那些步骤就真的很不错 那这边呢 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浪 因为如果没有他给我这个机会 我不知道要多久时间 才能获获上这种电脑 那各位小伙伴 可能心里都在想 老闪这个败家鸟门 我说的没错吧 好了 本次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